5 4 3 2 在屏東有限电视拍摄团队的指导下 参与节目拍摄的人员 大伙坐在朝陵宫外的两庭内 一搭一唱的诉说起 关于朝陵宫的严格及历史故事 潮州朝陵宫建于清朝时代 具有150年以上悠久的历史文化 为少数内祠外庙闽式建筑 被屏東县政府认定为限定古蹟 相当具有发展文化观光的价值 这一点又建置在我们的 知名度很高的林林大道 包含我们的平地圣林游乐区 我们是想说 我们潮州这个古蹟的文化故事 很希望很多游客 可以来到我们这一个朝陵宫 来了解我们潮州镇 它整个历史严格 就可以从我们的宗教文化里面 来做更深入的了解 这边附近的一些观光景点 也可以来这边浏览 来这边散心 了解我们潮州在地的文化 节目中在地达人们强烈推荐 游客可以以潮州镇宫为中心点 沿途到四林卫生室 绿色隧道 平地森林园区 品尝藏在巷弄内的美味面包 唱完潮州四林 也希望透过节目的推播 邀请全国乡亲来潮州四林 这个在我们现在整个网络市场的一个推播 提供非常大的曝光率跟能见度 那让我们四林村庄 在以前以前没有那么好的曝光率 经过我们的媒体行销曝光之后 我们在地的达人 或许有一天我们来拍个节目 在地达人带路由我们的四林 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那对整个潮州的行销观光 四林的行销观光 帮助非常的大 我们透过网路的推播 让很多年轻人 甚至在北部 中部 东部 他们有机会都可以来到这边来观光 潮州政公所表示 四林为在潮州郊外 临近平地森林 绿色隧道又有限定古籍潮林宫 自然加文化组合而成的观光元素 与镇内的观光形态不太相同 非常丰富且多元 欢迎游客到潮州甲鹤寮 在畅游四林村 享受多层次的旅游行程 记者施心亭张祝豪采访报道